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简报》、《国语版》、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来谈谈英国与中国之间的网络安全争议 最近,英国指控中国骇客入侵了其选举监察机构 并针对议员的电子邮件进行攻击 英国对此采取了制裁措施 这件事情再次点燃了中国与西方国家 兼关于网络间谍活动的紧张局势 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国将在青岛举办一场海军会议 讨论预防无人机碰撞的方法 这场会议将吸引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 约30个国家的顶级海军官员参加 显示出中国在国际海事安全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 最后,谈谈中国的经济状况 近期报导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专注于对经济的集中控制 准备与美国的潜在冲突 同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世贸集团控股正在寻求离岸债权人批准其117亿美元债务的重组计划 以避免清算 这反映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以及政府在经济上的一系列调整措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英国表示中国骇入选举监察机构 并针对议员的电子邮件进行攻击 日经亚洲 英国指责中国骇客试图入侵批评中国的英国议员的电子邮件账户 并骇入其选举监察机构 作为回应 英国对两名与中国支持的骇客组织App31有关的个人和一家公司实施制裁 政府还透露 一个未知的中国国家隶属骇客组织负责了2021到2022年对英国选举委员会的网络攻击 伦敦的中国大使馆对评论请求没有回应 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关于网络间谍活动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西方情报机构对中国支持的骇客活动提出了担忧 中国主办的海军论坛将致力于防止海上无人机碰撞 日经亚洲 中国将于下个月在青岛举办一场海军会议 讨论预防无人机碰撞的方法 该会议将汇集来自约30个国家的顶级海军官员 包括美国和日本 讨论的主要话题将是建立一个框架 以防止无人机在海上飞行时发生意外碰撞 该会议还将讨论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守则的实践 这是一套旨在防止海上军事紧张局势升级的指导方针 英国对中国个人实施制裁 原因是他们对选举监察机构和国会议员进行了黑客攻击 彭博社 英国对两名与中国国家隶属的网络组织有关的个人和一家公司实施制裁 原因是他们发起了针对民主机构和英国议员的网络攻击行动 英国指责中国入侵了选举委员会保存的4000万选民资料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表示 中国国家隶属的F31组织在2021年的另一次攻击行动中 对英国议员进行了侦查活动 英国已召见了中国大使 英国外交大臣也直接向中国外交部长提出了这个问题 世贸地产寻求海外投资者批准重组117亿美元债务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世贸集团控股正在寻求离岸债权人 对重组计划的批准以避免清算 世贸的债权人被提供了四种还款方式的选择 包括短期票据、长期票据、零息强制可转换债券 以及不同证券的组合 自2021年12月宣布初始重组计划以来 该开发商一直在努力解决其债务问题 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个糟糕的困境 这正是习近平喜欢的 悉尼先驱晨报 据《悉尼先驱晨报》国际版主编彼得哈车尔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专注于对经济的集中控制 并为与美国的战争做准备 该分析师指出 习近平正在偏离前任追求的经济增长模式 而是强调新的生产力 以建立一个能在新冷战2.0时代中取胜的经济体系 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开发商实施了限制措施 调查并监禁企业家 并加强对外国企业的监管检查 这一切都符合习近平建立一个 能在可能爆发的台湾冲突中 击败美国的经济目标 哈车尔建议外国投资者 仍然可以通过专注与精心选择的行业 押注在中国赚钱 例如太阳能板、电动汽车、锂电池、创新药物、 氢能、量子技术、地空飞行器、 商业航空航天和新材料 中国国家支持的骇客入侵了4000万选民的记录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英国副首相奥利福、道登、 Oliver Dowden的说法 中国国家支持的骇客组织 针对英国选举委员会进行攻击 并获取了4000万个个人的姓名和地址 这些与中国国家有关的骇客 还对议会议员进行了监视 政府对两名与中国国家关联的 APP-31组织成员和一家公司实施了制裁 该组织曾针对议会议员进行攻击 选举委员会的攻击发现于2022年10月 但骇客自2021年8月以来一直能够进入该委员会的系统 英国政府将这些网络攻击描述为明显而持续的行为模式 表明中国具有敌意图 拜登政府指责中国骇客对美国公司进行间谍活动 CNN 据CNN报道 拜登政府正准备公开指责几名中国骇客代表中国民间情报机构 对美国公司进行大规模骇客攻击 中国总理表示 国家在2024年目标上已经有了良好的开始 彭博社 中国总理李强表示 自2024年初以来 中国的经济复苏一直在改善 这种改善为中国实现全年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强淡化了对经济面临的挑战的担忧 并向投资者保证北京将加大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措施 在另一次会议上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表示 该国的房地产市场在长期内有着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 并且该行业的波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有限 自行车老板们委任新任总教练Dagan 为香港带来荣耀的任务 南华早报 Hervé de Gorn被任命为香港自行车队的主教练 这位法国人自1月份以来一直担任代理主教练 对于李诗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李诗颖希望能够获得东京奥运的参赛资格 Dagan的首个重大比赛将是下个月在加拿大举行的轨道国家杯 美国必须对香港的新安全法做出回应 外交官 根据《外交家》的一篇专栏文章 美国应立即采取行动 保护其在香港的公民和企业 并重新考虑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以回应所提出的国家安全法 该文章认为 所提出的法律范围过于广泛 可能压制言论自由 并警告说 美国在香港的公民和企业面临着任意拘留和法律诉讼的威胁 他还暗示 这项法律可能被中国用来在香港施加影响力 并促进非法金融活动 大陆人最受惠于香港限制取消 抢购豪宅 重量联航 南华早报 据重量联航表示 自上个月取消所有房地产限制措施后 内地买家正推动香港豪华房地产市场的反弹 重量联航表示 除了取消降温措施外 一手市场内内地买家的数量也大幅增加 这些限制措施已经实施了十年 上个月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取消 旨在重振该市的房地产市场 南韩足球明星在中国被拘留一年后获释 英国独立报 韩国足球运动员孙俊浩因涉嫌受贿在中国被拘留和调查了近一年后 以获释并返回家乡 孙俊浩曾在中国职业联赛效力 于2023年5月在上海机场被怀疑接受贿赂而被拘留 韩国外交部证实孙俊浩已回到韩国 但未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也未证实对他的指控是否成立 据报导 这起贿赂指控与孙俊浩所在球队教练涉嫌操纵比赛结果有关 孙俊浩曾效力于山东泰山队 并代表韩国参加国际比赛 包括2022年世界杯 挖掘重要资源沙子的隐藏环境成本 德国之声 德国北海的岛屿吸引了数百万游客 但在暴风雨和洪水中 保护沙丘和海滩的沙子被冲走 这些岛屿需要重新建设 夏萨克三州政府已经承诺为海滩补充计划提供高达70万欧元 76万美元的资金 过去 沙子是从附近地区或邻近岛屿取得的 然而 这种方法可能对沿海和河流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从而在长期内增加沿海侵蚀和山崩的可能性 过去20年间 沙矿开采量增加了三倍以上 全球对沙子的需求也因快速城市化和数字化等因素而增加 美国是最大的沙子出口国 其次是荷兰、德国和比利时 对沙子需求的增加导致非法挖掘 尤其是在环境和劳工法规较为宽松的国家 沙矿开采可能危害生物多样性 破坏海流和地下水位 增加侵蚀、污染水道 替代沙矿开采的方法包括回收玻璃 和使用飞灰作为混凝土的主要联合剂 联合国建议以社会和环境友好的方式提取和运输沙子 并通过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 安德森表示 香港不是为了填补名额而参加世界杯预选赛 南华早报 香港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约恩、安德森、Jorn Anderson 祝愿斯雷科、塔塔内茨、Sryko Katanek 早日康复、后者因并返回斯洛文尼亚 香港助理教练阿莱斯、赛赫、Alisei 曾在2002年世界杯上效力于卡塔内茨的斯洛文尼亚国家队 他将在塔什干的34000人容量的米利体育场指挥主场比赛 上周 香港在望角体育场以二横线零赋予乌兹别克斯坦 香港在过去的六场比赛中全部失利 仅在元旦对镇中国的友谊赛中取得一场重要的胜利 这是自去年10月在世界杯附加赛中击败不丹以来的唯一一场胜利 据报道 苹果公司选择百度的Ernibar为其在中国的iPhone16 南华早报 据报道 苹果已选择百度为其在中国市场的iPhone16 和其他产品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 苹果将在中国使用百度的Ernibar为其iPhone16 MacOS和iOS18提供支援 此举是因为苹果在中国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2024年前六周iPhone销量同比下降24% 报道出后 百度的股价上涨了多达6%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